有一大户人家 有一个少爷 他天天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过日子 他身心愚笨 有一天早晨 他刚刚起来 朦朦重重的东张西望 突然看见一个丫鬟 在整理房间的女佣人 他一把把他拉住 他问 昨天夜里 我梦见了你 但是你梦见我没有啊 那个女佣人说 没有啊 什么 明明我在梦中梦见你 你为什么还要当面跟我撒谎啊 吵吵闹闹的时候 老夫人来了 老夫人见了这个公子 公子就告状了 说我明明见了他 为什么他说没有梦见我 他诚心欺嘱啊 就是欺负我了 结果 这个老夫人说 孩子啊 你很多事情不懂啊 因为你这个做梦 是在虚幻之中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犹如公子 活在虚幻的世界当中 那是一样的感觉啊 因为我们把人间当成我们永久的家 当成永远不会离开的地方 实际上 人间是虚幻无常的这个地方 是让我们来还业债的地方 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它是强加给我们的一种幻觉 有如一个人想不通 他生气的时候 你还要别人跟着他一起生气 我们小时候经常想不通 现在大了都想通了 台长告诉你们 我们今天还有的烦恼 等到我们五十年之后在哪里啊 我们小时候十几岁的烦恼 现在又到哪里了 人生苦短 想开想明白 那是智者 人生苦短 能够破迷开悟者 那是智慧 学博的人 那是有根气的 他们就是跟博有缘 我们活在人间 靠着缘本在生活 今天我们不要恨别人 因为我们都是有缘众生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善缘 对所有的长辈 要像自己的父母亲一样看待 对自己所有的孩子 世界上的孩子 都要把它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才是佛的境界 尊敬众生 爱护众生 我们才能在众生当中成长 我们才会拥有菩提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